台股一天大跌一天大漲 昨天大漲今天大跌 这个结构很混乱也很难操作 你要找到类似像这样的标股有没有 你只有参加我的或者来看我的免费的会员影音 答案你看看讲完就涨停了 这个是给你的免费的哦 但是这个重点不在这边 为什么写答案就要揭晓 今天盘购的这个META脸书暴跌15% IVM暴跌8% 接下来呢谷歌跟微软如果不怎么样的话 台股要么崩盘 要么就不是涨这一块 涨类似像这个的 请你务必来来锁定我的会员影音 跟什么 跟我的台股新攻略 台股新攻略带您掌握全世界投资朋友 现在全世界的股市都集中在两党 就是明天的谷歌 谷歌跟微软 那能不能就了全村 这个村就是AI电子啊 我的整个AI店 就明天就到了 那市场上还在期待那个4月30号的 其实那个亚马逊啊 微软如果不好 那META如果不好 谷歌如果大 大概亚马逊好不到哪里去 那这个就要切得到美超 最近大家在涨看到2382的广达 昨天涨停今天小跌 要不是广达今天 今天生技股的美食跟保瑞就大涨了 这结构上的反应就是这样 也不用急 我去说答案就要揭晓了 那我们今天快速的帮大家分析一下 没关系啦 我也不是讲一个急帽的材料 我也不是那种的 17 17 急帽是15 15多少吧 我也不是讲那个的 那有那个对我来讲 没有讲过就没讲过 因为没什么意义啊 好 那个加入LINE吧 至少我知道你现在 那美食昨天这两天还好 今天昨天跌了两趴 大家吓一跳 但是保瑞是平盘了 那因为我觉得蛮重要的 所以就还要跟大家讲 那我们礼拜二那天有 在免费费员以内 偶尔都会有家座啦 我们推荐是这一档啊 你看今天尾盘啊 根本来不及 尾盘吉他涨停 生技股现在经常会有 会有这种 这种啊小的 你看那个 新贵的啊 什么叫常胜生技 都突然间这样狂飙 突然间会有这样子的 你看都打底部这样子 你看我打几档给他 这也是这样子 那突然间就这样子 十支涨停 接下来轮到这里 就突然间这样 那明天他又跳空涨停 他也是这样子 生技股现在最近都好几档 这样 特别你要知道说 现在是轮谁的问题 股票市场上 结构上就是这样探讨 如果台积电死 挂了 长榮也挂了 股市就崩盘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重要观点 一定是一个悄悄法 台积电不怎么样 长榮就涨上来了嘛 昨天台北股是大了 两个都稍微涨 都一起涨嘛 但如果你 特别人去想 台积电挂了 没有长榮 就挂了嘛 那台积电如果挂了的话呢 你认为 你认为 另外一个叫什么 2317的 红海会好到哪里 他们会这样牵制啊 毕竟都是平概股啊 苹果最近说 新闻上说的说 苹果购买了多少家 这什么AI 他要全力思维 可是苹果股价不怎么样 你要看苹果股价 那当然到五月初啦 五月初苹果公布财报啦 看一下 我看一下 苹果这样被大家讲的形容 这两天 只是不跌而已啊 苹果财报很难看啊 苹果股价很难看啊 最好笑是昨天 整个市场上 TSLA 来特斯拉 财报 非常非常的烂 他昨天涨了12% 涨了12% 不要太得意啊 这种东西不尽然啊 不尽然啊 好 那我说你来填表嘛 你填表填一填的话 就跑出一只这样子 跑出一只要这样子 这个是 今天都礼拜五了嘛 礼拜二的那一天是这样子嘛 你昨天有机会嘛 这两天不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 对 所以填表你是有机会的啦 你是有机会啦 你是有机会的嘛 反正 又不花你半毛钱 只不过填个表 说不定有些 可以放在你的 欸 你有软体吗 你把它输出去去 那邱老师说啊 你看看 你订队啊 买买的材利啊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这有差 因为这里是关键点啊 我再讲一遍 如果 如果电子死了 台积电死了 长龙死了 就就就挂了 那如果电子 这个这个台积电死挂了 呃 你也不要去奢望说 联发科会涨到哪里 2317的鸿海涨到哪里 对吧 那2382的 的这个 的广大呢 你不要寄望 只能寄望什么 只要寄望生计股能不能上来 那这一两天啊 破坏生计股就是那2382的 2382的 但是你去看嘛 看嘛 看明天啊 就是答案就要揭晓了啊 那我们一个看 那个 我说这三月底嘛 标普这样嘛 啊到目前标普是这样子嘛 啊 所以像去年8到10月啊 8到10月去年8到10月就是 就这里吧 就是这里 可是这里算空头吗 不是嘛 这里不是空头啊 这里不是嘛 那现在 那现在 既带就是期望就 未来两三个月 不要大跌啦 不要中期回档 这个就时间 三个月就是中期啊 时间啊 那你大跌啊 大跌在这里如果暴跌 填破这里的话 头部就出来嘛 就是中期 中期回档加上 加上中期回档 其实全世界很奥妙 我前两天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你来看一下啊 我说这个 这一个有没有 现在跟你讲标普会像 这四月二十一号 今天在几号而已嘛 25号而已嘛 上个礼拜的事情 它会像去年8月10号 就这一段 就这一段 那每次五个 五个红棒 就月线嘛 就会两次 那这个就比较严重 因为这里破这里嘛 所以大空头嘛 不要出现这样的 这样的就比较好 而且时间五到九月什么的 好 那谈到这里大家 大家有没有觉得 大家有没有觉得 清明变盘 是不是 清明变盘 四月以来 股市就不怎么样 有没有像清明变盘 我们四月五号 节日过的第一天 台股大涨 大家都说清明变盘往上 后来曾经还跌过 盘中跌过千点的 那这一两天大涨 今天又大跌 投资本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股市不可以今天大跌 明天大涨 后天又大跌 不可以这样子 这样表示这个 这里面快要出问题了 这个问题啊 是好的 也有可能是坏的 所以过两天 台肌这个什么 明天的微软啊 今天Meta 财报很 等一下再谈Meta 财报是还可以的 但盘后中错15% 那明天的 因为他中复15% 就把 那斯达克期货 跌1% 那今天晚上 微软 会不会受影响 谷歌会不会受影响 因为现在盘后 两个大概都跌2% 到3% 那那个 灰达也跌了1.6% 盘后 然后 也跌破季限 那台信电 都还没跌破季限 所以你一直要靠他撑 只要有一点股票Sense 的人都认为 台北股市应该去跌破季限 但是你撑他 可能 可能这两天如果不对劲 他又再来一个跌 盘中1800 1800 1700 也有可能 因为美国股市一直没有站上季限啊 是不是 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创历史新高 叫做英国 可是英国很奥妙 英国今年以来是欧洲市场上涨最少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他创历史新高 他今年才涨3%多 德国都今年都到现在 德国虽然没有再创新高了 对不对 还跌破月线了 可是德国到今年都还涨了6% 那英国只有涨3% 可是英国的这3%却创下历史新高 这就是我说的 均线的位阶跟形态的位阶 也许英国不是涨很多 因为他没有科技股那个东西嘛 全世界最老牌的国家的股市就是英国嘛 想也知道一定是英国嘛 所以英国没有什么科技股嘛 就只有一档 这样叫Vodafone 是做电信跟中华电信一样 是不是 有没有 IBM是他的 以前IBM曾经是 道雄里面的第一权重股 现在道雄第一权重股叫联合健康 你想想看这个 健康啦 你有健康吗 你有健康吗 联合健康是第一权重股 你就知道这个时代在转变了 为什么你会觉得说我们很看好的生技股 时代的变 道雄第一权重股 以前是IBM 以前一段时间是苹果 苹果现在在道雄成分股排到15名之后了 第二名勉勉强强叫微软 如果这两天再不怎么样 有很多东西要赶上去了 以前IBM IBM现在是做软体的 以前IBM多有名啦 有没有 多久啦 有一个什么关键什么 关键报告什么 关键什么数字 有一个女的蛮有名的黑人 演的那个 有没有 他就包含计算那个 卡恩科斯那演的 他说计算要上 当时阿姆斯壮他们要上月球的时候 跟苏联有没有 在拼斗的时候 叫关键什么忘了 你看他们那时候后来他们人员慢慢被裁掉 为什么 因为IBM算的比人 比人工 IBM的电脑 大型电脑算的比人工速度快 就不需要人工人力了 IBM 当时候就有人 IBM IBM以前是 道雄成分股的第一权重股 苹果也曾经当过第一权重股 微软也曾当过 但是现在道雄第一权重股 是叫做联合健康 健康 长期照护的 还有那个医疗保险的 你看是不是 时代不一样 欧洲第一权重股叫 诺和诺德 是做减肥药的 英国股市今年虽然涨不是很多 但股价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英国的十大前前面的股 十大权重股 没有一档是科技股 都是医疗啦 葛兰 这 阿斯特杰利康 叫AZ 我们做的孩子 AZ疫苗 葛兰素 史克 药厂 还有那个联合立法 联合立法是做我们清洁用品 一些有的 化学工业的 民生消费品 但是有做什么 他有一大部分是做什么 生技 保健食品 好 葛兰 我们看一下 关键在这边 葛兰这两天不是开始谈吗 不是谈吗 可是这两天 以趋势来讲 他谈最多 他公共建设 现在在流行基础建设 譬如说光纤 譬如说CPO 所以这两天 台积电台突然讲到 他们要开始发展CPO CPO 公共建设 那中国大陆的CPO概念股 快要创历史新高了 中国大陆不怎么样 CPO概念股快要创历史新高了 这CPO不是 你看这3363的上全 盗雄公司 你看看这里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飙上来是他 公共 就是避险资金 没有因为 盗雄 涨上来 盗雄跌下来他就开始涨 有没有 现在涨的比盗雄还凶 所以至今跑到公共建设 美国什么南方铁路 各方面去基建 那电子的基建就是光纤 就是CPO 细光值 有没有 纳斯达克也不怎么样 还是在继线 还是在继线一下 那今天晚上标普很精彩 昨天跌下来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十年在殖利率上来 这个降息到底要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明天晚上的CPE PCE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目前公布的500档的成分股当中有大概只有22% 连到今天早上我大概简单算一下 22%公布的 那有75%好预期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标普是跌破季限的呢 你可以给我一个回答吗 不是有22% 公布的22 22啊 就是100多档 500档公布的100多档 但是有75%的好预期 但是为什么要跌破季限 那今天晚上要公布美国的GDP 上一季的GPP 经济成长率 明天早上这时候 不是不能说这时候 明天早上四五点的时候要公布 公布这个微软跟谷歌 有没有谷歌的财报 那对半的股价是这样子 破季限 我说过破季限 来到半年限 破季限反弹 合不合理 合理 合理 那我之前说财报前夕的话 瑞颖看 昨天你会认为他错 那今天就不一定了 有没有 那英国股市创地 是新冠英国前五名 你告诉我 哪里看到一个电子股的 但英国股市到昨天都还在创地 那是前天的 是前天的 整个 这是很奥妙 所以前世怎么会是空头 现在就是你跟我一样 到底赌生计啦 运输啦 航空啦 对不对 还有一些跟中国大陆有关系的科技股 赌赌看啊 不能说 因为股市本来就是一种 一种 不能说赌啦 就是一种 投资的观念 但是你投资的眼界在哪里 总有个比较法 总有个比较法吧 好回答 有没有 昨天前一个交易日站上季限 那昨天呢 又回到季限了 所以台积电一定在要在季限以上吗 我感觉很怀疑 我总是会觉得很怀疑 台积电就这么有本事一定会在季限 要在季限 难道你会比辉达好吗 对不对 META 财报 他财报很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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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克伯很有趣 但是他对未来指引不好 他认为下一季不好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祖克伯在电话会议啊 还跟大家讲说他要资本支出 你觉得很奥妙 台积电资本支出啊 增加是利多 他资本支出是利空 他说要增加资本支出 而且全部把这个资本支出 拿去灌在AI身上 可大家检视他的财报啊 对不对 其实他财报就发现说 AI还好 你这样大量的投入在AI 以前啊 以前这个META META这四个字就是圆宇宙的意思了 你在之前你在烧钱 在元宇宙的时候 后来很惨重 元宇宙的部门 他现在还在大大幅亏损当中 那现在再撒钱撒来 他资本支出增加 电话电话一直说 我资本支出要增加 什么什么 两半天有没有 结果一听到资本支出增加 他教你第二季情况不好 你说你资本这个成本要增加 你财报不如预期 第二季接下来一季的财报不如预期 无效就中错了 最好笑呢 对不对 他里面的那个 组合不是比较大 在电话会议当中一直在称赞他 我的元宇宙META那些 将来有多优秀 元宇宙他一直在亏损 亏了好几百亿美元了 你看那个苹果推的那个Vision Pro 头盔有没有 本来推就只有三四十万套而已 现在买不出来 现在都零销售 最近这一段时间都零销售了 卖不出去啊 你还在那边圆宇宙 所以到底会不会把这个 把谷歌带下来 谷歌昨天是创历史新高 收盘是历史新高 那就是说财报要多好 才能在历史新高再供 那盘后也是跌的 因为被META带下来 明天早上换他 可是股价在历史新高 到底要有多好 微软这个META够好 那META上次财报在这边 上一季的台报在这边 直接跳空 那后来收盘后 就像这时候盘后 涨15% 收盘涨20% 那今天呢 现在跌到这里了 跌到这里了 跌到这里了 那会不会今天收盘也跌20% 不知道啦 正规盘 正规盘才标准 盘后只是一个那个 可是你盘后就跌15% 那会好啊 也不会完整了啦 会好也半条命了啦 盘后就跌15% 你是什么的 要怎么解读 那股市也没什么不可能 我们都这样 但是如果 但是因为他今天盘后重挫 现在盘后这个跌2%到3% 那微软也是明天 微软也是跌一段 但是这个谷歌是到昨天 现在是历史高点 所以你的财报到底要多少 那IBM今天也跌 我们看一下IBM IBM IBM全世界 他财报也很好 成长六成哦 财报也很好 财报也很好 成长六成 那今天跌趴趴到这里来了 大头部都出来了 IBM是软体 我跟你说这就是 现在财报都很好的 但是股票就不一定的去 因为台积电财报感不好 很好的 他只稍微讲一下 第一这个有什么 这个下修一下 应该没有 大概维持差不多了 没有那么好 没有大家想到那么好 台积电就跌了 明天就看这两档 台股一天大涨一天大跌 它只有两个原因 要么就是要 准备要大涨了 要么就准备要大跌了 那你看到这个位阶 你看这个位阶 那你再来看看 美国的股 鲁药科技股 重要科技股 除了这个谷歌之外 全部都跌了 跌破季线了 跌破季线了 那你请问 它现在是 要分出升幅 要往上还往下 这条是季线 它应该来破季线才对啊 股市应该回到 一万九附近才对啊 一万九千二到 一万九千到 一万九千二附近 等等 所以你要么就这样子 要么就它跌 指数得到值升慢慢跌 那就结构分出升幅 所以答案就揭晓 所以有个明天嘛 明天看到哪个财报 如果这不怎么样 请你得爱 请你得爱 就要保重了 好 台积电 昨天嘛 再跟大家讲一下 台积电 就是有没有 昨天大涨就回来了 有没有 多空将分出升幅 一天大涨 这个台股啦 一天大涨 台积电呢 昨天涨今天就回来了 就没有破季线嘛 台股也没破季线啊 破季线啊 不太合理啊 这事好有一点 正式的分析师 等多个人要反弹 先卖一下什么的 等到做第二只脚 等到做第二只脚 有没有 等到打第二只脚 我们再做 就是因为人家都破季线嘛 我对那什么叫第二只脚的分析 算了啦 很奇怪的说法 因为你如果讲第二只脚 你要跟我讲 基本上 第二只脚分位置哦 你知道高档的位置 刚才是中间的位置 还是最底下的位置 那这些就叫做位阶 那位阶又不是我们决定的 位阶是美国股市决定的 所以我才说应该要拉回 你看联发科 昨天根本没有涨 今天全部吐回去了 那最主要的搞怪就是他 这前一天呢 有没有搞怪就是他 有没有 昨天跳空涨上去的涨停 我问题是拉回来买来卖 今天呢 回档一点点 要今天要是 他要是大跌的话呢 宝瑞跟美食就大涨了 为什么 因为市长在读什么 美超委利空出境了 因为美超委就是因为 没有提前公布 公布他的预测值啊 大跌的 那为什么不提前预测值 大家说啊你信息啊 你讲东西提前十天 因为他四月三十号公布财报嘛 你都会在四月二十号就先 提前十天去公啊 我的财报应该怎么样 跟大家讲一下 你这边这边没有 人家说在半面吃西瓜啊 环境啊 是不是 突然间没有了 就中处了 看一下美超委 我今天没印 那你现在市长就觉得 你说不定 暗杠什么意思 暗杠什么东西说 搞不好你很好 搞不好你很好 very good 这支嘛 就是这支 就是这支啊 20% 啊这两色三天 你说有器有啦 也没什么就还好啦 啊这也都破季线啊 你看可以破啊 都破季线都破了 然后你看这两天再不涨 这一条季线就下完了 阿党啊 阿党啊 阿党也没有你用用季线 其实他们的季线啊 是他们用的不是60日 是50日更敏感 他们用50日 100日200日 哦 说的啊 哦 读美超委嘛 读可不可以读成功 可以读Meta啊 结果Meta 旁后重挫啊 我这样只能读谷歌啊 问题谷歌在历史高年 你要读 在历史高年 可能脸书都这样子了 你谷歌他们都同 同一天啦 台语说同一天 座边说同一天啊 哦 脸书谷歌嘛 微软嘛 那个亚马逊嘛 四季国别同一天 他们都是独占全球的 所以欧洲很喜欢抵制他们 垄断 因为好像有而已嘛 明天有一些重要的 还有一个跟他们差不多 都会挺属性的SNA SNAP那一些 好夕要来了 我就跟你说 这最好关头 是没去太多 人家说实在是没去太多 但是你如果在这里买的话 够减贪更不散 160级嘛 那这180啦 一生啦 没事哦 持续加码 他这几天也没有 他就在这边绕啦 有没有 宝瑞呢 他不涨 我昨天看到他不涨 之前他会涨就麻烦了 为什么如果你台积电 老是这样子 要去破季限 他不涨 不是台北股市场 哪里是一千点 三四千点都会可能 所以宝瑞慢慢涨上来 宝瑞慢慢涨上来 宝瑞呢 今天是没有动 平盘了 小跌一档的样子 今天答案就要揭晓了 有机会吗 有机会吗 那这个是4月23号嘛 今天二十五嘛 诶咋在日期 你有没有来看我们免费 会员影音 说一句嘛 今天呢 掌听了 说一句 说一句 对吧 说一句 三五也是 4月12号 你看 两岸光光露曙光 在这里 就开始扭了 就开始扭了 开始扭听办 他也没有掌听嘛 都是大涨然后亮灯然后就没收 今天也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对啊 你不觉得我的免费鱼 很有价值 那里面说两支 三支 一间一支就 要不要就没有 买东西而已 好的就标起了嘛 那干不值得 干不值得 这几家股票 我说了 只是不跌 不涨了 要停在那边 啊涨上去就飙了嘛 有没有 我们讲一下 三富 我说这些 航运啊 这个航运股啊 有没有三富 还有长龙 长龙我们没有把那个 拿进来给大家看 我们推荐的 还是在这一两个天推荐的 他们就在这边啊 就会过啊 有没有 然后 长龙行 有没有 推荐中多 那美国 联合航空涨翻天 涨翻天 涨翻天 有没有 然后 然后你看那个 卫生 卫生是昨天盘中涨停了 他在这边 然后昨天昨天的这个 这三二二八 三二二八 今天 跌停板再拉上来 涨九趴 全跪弃了 所以今天 换他什么 就是要休息一下 那今天我是 AI镜面上违抗 因为他是中国的关系 包括CPO 西光石也是中国的关系 那最后呢 甚至一般我们来比照一下 比对一下 何四伯 这已经 有点扯了吧 这跟明天再拉上去 就跌五层 这支钩票就普瑞 所以你要注意什么 驱动IC的钩票 这个驱动IC 这鱼的知道吗 带着机子 你网络稍查一下 这主角已经 这千三千 一千三百块 跌到了七百多块 明天再跌半根 不用半根 就怎样 跌再跌两趴左右 有没有 到三趴左右 就五成不见了 我们再来看看 3661的 也没改好 这跌了四成 3529的 今天还跌停板 有 还跌停板 这三千多块 现在要跌到 三千多 三千多 现在一千九 再一千九 要怕人 所以 这一定是要做一个 结构转变的 对他们才有救 你哪 童童你自己想 我这样讲一遍 台西电跌 台西电把那个 这个 那个 联发科 搞下来 因为台西电是 霸主啊 对不 把联发科搞下来 再把广达搞下来 请问这个 就会继续跌 这样对不 顶多反弹 这合理的推论嘛 因为台积电是主角 那你台积电 跌的过程当中 这个 台积电一定 国际股市除了 你要台积电 就全世界 还是有难度的啦 说实在 那台积电如果 你要预防 那台这个又挂了 这种高价股也挂了 如果 股王 全王也挂了 股王也挂了 那事情就很大条 你如果没有像 生技股这种起来 称嘛 因为它是大族群啊 那电子股就挂了 那台北股是不会 只有跌到季线嘛 不是1万9千 都点的问题 是可能1万8 1万6 1万7都会破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说答案 就要揭晓 那现在唯一能够救的 META现在大概 今天盘后跌15% 你唯一只剩什么 三档嘛 就是亚马逊 亚马逊是下个礼拜的事嘛 4月30号嘛 那你明天 今天明天早上的是 微软 微软最重要嘛 谷歌是创历史新高 你要他们财报 公布成什么样 这才是最重要 啊没有的话呢 这市场就要开始洗牌啊 对啊 刚才的高频 说啊 不能够高档去买 买米国国市啊 对吧 快去买中国大陆的高市 因为中国大陆的高市在下 米国的高市在这里嘛 你知道什么意思嗎 你看看啊 欧洲股市 我还蛮挺的 欧洲股市没有电子股 我刚才说过 没有电子股啊 没有什么电子股啊 他电子股都中错 艾斯摩尔在美国股市都中错 欧洲当然是中错啦 艾斯摩尔是荷兰的 今天中国大陆狂飙 今天中国大陆狂飙 那个减肥药的 美食没有机会嘛 就是这样想到 就想比较一下 我不是说没跟你乱做 今天你看中国大陆 那个常商药业啊 起20%呢 因为他是新骨 他专门是说减肥药的 汉语药业也是 就是同样啊 对了 没关系啦 反正现在是节奏分枭了 你要嘛就 我再讲一遍 你要赌他大 前面进入大多 回到这个今年 去年年底什么 一个大多头乱 你也要微软啊 回答那大赢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要那个赞成才对啊 对吧 所以这是有难度的 你全世界有很多地方 你看那个欧洲股市 都是工业股费 电子在涨 他们支撑的指数 原来是这一块是可行的 你刚才我前面有看到吗 道琼公公指数上来 你可以找到避险了 那你就不会崩 什么叫崩盘 崩盘 崩盘是所有股票都崩 才叫做崩盘 那你这个跌 电子跌 那深进股涨上来 有机会 你电子 台积电跌 你船长涨上来的 有权重的呢 这个长龙涨上来 基础就不会漏 基础就不会漏 这个跌幅就会变缩小了 可能打底整理啊 你说他不反弹也不可能啊 跌五成了嘛 你知道意思吗 4966就是同样的 那你都千斤股 就跌了 跌了 半条命了 答案就是这样 没什么 那今天我们很希望你来填表吧 我是卫生是我唯一看好的 你快填表吧 时间关系 我们就长到这里就好了 填表啊 填表啊 你看看这个 天啊 你刚填的 这个普瑞跌停啊 我没跟你亂说嘛 填表不错啦 这行情正要开始而已啊 你就跟着我 把我刚才讲的逻辑想了下 你现在你会觉得说 你现在跟着我是没有错的 因为一上一下 那一下那就不用管他 一上那个就狂飙了嘛 没击手要怎么做 所以才有这种突然间 弓掌停板的东西嘛 知道齁 快去填表 台股新攻略 你现在加入三重送 我们明天见